救护车抵达车祸现场 只见骑士倒卧在地上 脸上还能看见鲜血直流 救护人员紧急处置 将人送上担架 抬上救护车 紧急送医急救 这起案件发生在高雄五福路 与福建街口 一辆白色轿车 从巷子口转出来后 高速撞击机车骑士 但驾驶却没有停下来 直接在另外一个巷子口 转弯逃逸 过程中还能看见 车辆左晃右晃 机车车头全毁 坐垫也与车身分离 骑士的安全帽 还有一只球鞋都喷飞 路面上全是机车残骸 可以想见当时撞击力道有多大 附近居民第一时间听到撞击声 全都冲了出来 有路过的驾驶人说 事发前就不断听到 刺耳的击杀车身 逃得了一时 但逃不过六个小时 警方根据车牌锁定驾驶 很快就将人逮捕 目前除了将他移送法办外 也要厘清他还是否涉及酒驾 民事新闻吕燕杰 高雄报道 好 所以改变得到 广告稳的进行